大家好,我是桑普,早晨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希望大家看完前中后期所有的广告 几场都好,开着它,听广告 不听不要紧,开着它,等广告播完了,继续听下去 看完广告,comment,like,合理地去comment,share 也可以subscribePatreon,subscribeYouTube 推荐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香港记者真是相当厉害 我们看到香港记者这四个大致成为了一个金七招牌 到今时今日,仍然是在做香港记者的人 我要向大家致上万二分的敬意 而且不止是向我向你们致敬,还有人向你们颁奖 根据香港的独立媒体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FCC 昨天决定了停班人权新闻奖 就是前日决定停班 日本外国记者协会 在昨天公布,将今年的新闻自由亚洲特别奖 就是我前日说的心有灵状 就是给了日本外国记者协会去颁给你就可以了 给一支枪,给个奖来射给你就可以了,用什么我颁给你呢 就是日本外国记者协会将今年的新闻自由亚洲特别奖 叫FREEDOM OF PRESS ASIA AWARD 颁与全体香港记者表扬所有过去一年在困难环境下仍展现勇气的香港记者 并以颁奖向他们送上声援 记协的主席在网上支持 引用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同为新闻工作者的Maria Reza一直说 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 就是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 真相是要靠很多的事实和常识去将它建构起来的 有我看过日剧《物言推理》 即是《物言推理》的第一集 有一句佳田张辉的角色讲得很清楚的嘛 事实第一个 真相 每个人认知的都不一样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真相的建构都建基于事实 是吧?即譬如说 今天某军有没有犯罪 这个是一个真相的调查 但事实就是说 把刀上有没有你的指纹 你当日有没有去那个地方 那这个事实的地方要搞清楚 真相就才会清晰 所以这个Maria Reza 去年拿到获比和平奖的这个新闻工作者 就说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 那谁将事实报导出来的 就是记者 谁把关事实的真实性 就是记者 这个就是记者的功能 他们人工不会很多 不会及得上律师 会计师 建筑师 那么多 但是记者负担的社会责任 和影响社会的能力 绝对不亚于一个律师 会计师 而记者 就像以前李慧玲我拍档所说的 他在鼓励每一个学生 不论你是理工科 还是文法科 即是文科、理工科都好 你们都要实习一段时间记者 体验社会 知道一个社会的事实和真相 是怎样建构 怎样去验证的 那么 陈朗昕 相当好 就是记协的主席 他就说 表示 尽管环境变化 香港记者 仍然站在自己的崗位 或者记者 为求真相要牺牲更多 但 相信香港记者 仍然会尽一切方法 坚持下去 这个令我们相当激致赞相和感动 就是我会朗读他的一个支持和大家分享 日本外国记者协会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ce Club of Japan 在1945年就是战后承诺 有77年的历史 是全球其中一个历史最悠久 和有地位的记者协会 颁奖礼在当地晚上7点举行 并公布了香港记者获奖 在一封由FCCJ 就是这个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ce Club of Japan 就是这个日本外国记者协会 发送给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陈朗星的获奖信涵之中 协会表示 掌项是表扬香港记者过去一年的工作 以一种微小的方式 表达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之后 我们对你 即是记协主席 和香港其他记者的声援 FCCJ就是日本外国记者协会 第二副主席兼新闻自由委员委员 以后有新闻人员被捕和囚禁至今 包括因为国安法被控 可能面对终身监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等 Agent Urumas指出 新闻自由 亚洲特别奖一直颁给 捍卫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 同时对抗新闻审查和资讯键制的 传媒机构或记者 而这个奖项今年属于香港记者的四个大字 他指出港版国安法的影响 甚至波及他的姊妹组织 香港外国记者会 导致香港外国记者会 在前日宣布取消人权新闻奖 这个是他说到这个地方 换言之你不交球 人家就做个球 就是做个奖 颁给记者 所以曼山不许一溪奔 堂堂溪水出前串 你今天越要封禁 全世界的同道 一定会颁更多的奖给香港记者 是没办法去阻止的 你日本是不是通缉 这些所有的日本外国记者议会 所有人都不让他入香港 但是掌揖班世界的议论 议论已经出现了 不要怕 怕你就输 勇敢 自信 做好你的行为 将兼及理及 做完所有我们可以做的事 我们重温一下记协主席 陈恒昕在颁奖礼上的致辞 全文是这样写的 他说女士们、先生们 就是Ladies and gentlemen的各位 很荣幸在这个地方发表演讲 老实说 我最无资格代表任何善良 热情、患强和诚实的香港记者 尽管环境发生变化 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站稳在自己崗位上 努力为香港社会寻找真相和事实 2021年諾貝尔和平奖的得主Maria Reza 在她的获奖宣言中提及 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任 没有信任我们就没有共同的现实 没有民主 连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问题 比如气候、冠状病毒 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问题 一切都变得不可能 现在正是为真理而战 为真理而战 Fight for truth OK? 相信大家都明白 近年香港发生的事 昨天 即是说前天 我们从香港外国记者会 得到了一些不幸的消息 他们在最后一分钟 取消了人权新闻奖 说是因为担心有法律风险 是的 我们处于艰难的环境中 记者可能需要牺牲更多 才能够取得更多成就 但我相信 香港记者仍然会尽一切方法 坚持下去 再次感谢你们颁发的荣誉 过去 准备 更加住自己的camera 更加住自己的筆 手機、電腦 去做應該要做的事 這就是幾隻 新聞報道沒有所謂中立的問題 新聞中立也沒有所謂追求 絕對的客觀的問題 新聞中立 就要追求 烹株、私失 和常識 不偏不倚的樣子 追求真相 追求真相 是建基於事實 有事實有真相 有真相有信任 有信任才有自由 民主人權法治的基石 明白這個道理的就明白 不明白 怎麼說都沒有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看得到 今時今日 來看得到的 一些的抉擇 我們必須要做 《蘋果日報》 當然承受很大的挫敗 《立場新聞》也是 在香港的獨立媒體 香港不同的媒體裡工作記者 很多不是主流媒體的網媒 更加備受打壓 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未必很多 但起碼盡力做 排山到去的打壓一直都會來的 譬如根據《自由亞洲電台》 在昨天的報道 《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 和《壹傳媒》集團行政總監 黃偉強 被指隱瞞科技員公司 容許顧問公司使用 將軍澳工業村的蘋果大樓 違反租契被控一項欺詐罪 即是這些子虛烏有的罪名 兩人都否認控罪 案件在昨天在區域法院開審 辯方透露 控方審前一天才首度披露修改的控罪詳情 指黎智英和黃偉強這兩名被告 高層連同其他人詐騙 該其他人就是黎智英的私人 作理Mark Simon 和一名壹傳媒內部的法律顧問 要求控方澄清 以免控方在審訊中 中途更改案情 主審案件的國安法指令法官陳廣馳 批准押項案件去到 下星期二5月3日再開審 又搞了大堆的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 澳暴 即是不斷搞一些不知所謂的事情 拖延拖延再拖延 目的是什麼呢 實際陷入一個努力時間費用 以及人的精神狀態 不確定的狀態 用這個方式來折磨你 香港的法律沒有不定期刑 但它可以製造一個開心之前 不定期的一種恐怖 不確定 而實際陷入一種惶恐之中 但一切都是 多餘的 因為Jimmy Light 和很多人都是堅持信念 有信仰 完全是不同 無論大家是不是相信基督宗教 也好 有信念絕對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做法 希望朱年島 Mark Simon 朱年島 Rosa Ho 等等的人 目的是所謂何事 就是 希望將所有的攬炒 越搞越大 拖住黎智英的案件 拖住黃偉強的案件 讓他們 陷入不確定的迷惘中 說真的 有用嗎 浪費氣了 還有你到今天才突襲式增加控罪 這個是不知所謂 預期的激壓 不斷激壓 不斷激壓 不斷做 譬如范國威 想著下年的下半年才有機會 2023年才開心 你不停地無限期地激壓他 坐到天方地老 所謂何事 就希望 需要大家的鬥志 但我可以怎樣跟大家說 聞到美 絕不可能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 能夠堅守公義 不要被這些嚇到 我們關注香港的事務 也要關注國際的消息 我們下一節再說其他國際的消息 我們下一節再說其他國際的消息 我們下半年才不應該 可能 我們下半年才會 用心臨 使用心臨 使用心臨 感谢观看